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屁股摔在地上 悟空 我彻底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悟空却还是用他那无邪的双眼盯着克林 可我小时候怎么没有印象呢 克林浑身冷汗直冒 有些尖胆的解释 是 是的悟空 你是对的 只是我发育比较晚 你知道的 男孩子都有尾巴 我只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长出来 悟空对下与克林平视 真的吗 我爷爷孙无发也曾这么说过 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尾巴 克林试图合理地解释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 所以尾巴都退化了 悟空的神情越发认真 他凑到克林脸上 即便他再好骗 此刻也感觉到不对劲 克林心中渐渐涌起羞愧与不安 难道真的要这样骗悟空吗 最终 克林叹得可气 我果然还是没有办法向你撒谎 悟空席地而坐 听了克林的解释 所以说神龙实现你的愿望 克林像个犯错的小孩 紧张地低着头 手指搓捏着 是的 我只是许愿想跟你一样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想到 神龙肯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老实说 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不敢告诉其他人 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怪人怎么办 克林越说越激动 越来越害怕 我现在根本无法控制住这条尾巴 我发誓 我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甚至不敢看月亮 他正好背对悟空 悟空看着他甩来甩去的尾巴 忍不住伸出手 克林浑身还毛顿时力气 一瞬间的刺激传遍全身 克林惊呼一声 扑通一声趴在地上 悟空抓着他的尾巴缓缓起身 有些惊讶地自愈 看来神龙给了你一条和我一样的尾巴 甚至连弱点都一样 我得告诉你怎么正确地训练他 尾巴被松开 克林才得意从痛苦中缓解 我真的没想到 被人抓住尾巴竟然会这么痛苦 突然 克林想起悟空刚才那句话 悟空你是说要帮我锻炼自己的尾巴 悟空双手插腰 是的 你必须适应他 克林手足无措 那个 你不觉得我是个怪人吗 当然不会 你不要为此担心 我是想说 至少你不是去许 长高五厘米这里的愚蠢愿望 听到这儿 克林一时无欲 要知道 真正的克林是真的想长高来着 突然悟空低头 咧嘴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微微俯身 一边腿击打向克林 克林失去重心 眼看就要摔个仰面朝天 本能般的后翻 双手称帝 腰杆发力 最终安然无恙的直立 悟空已经调整了战斗状态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与之一战了 克林一愣 随后兴奋的仰起嘴角 那么 我们就一决胜负吧 他们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对攻战 克林一浪浪的攻势 余波未尽 送悟空又如飓风般狂卷而至 两人拳脚相加 打得不相上下 最后双双摊倒在夕阳之下 悟空喘息着 克林 你没事吧 回应他呢 只有克林肚子里发出了异响 悟空被吓得一跳 忍不住问道 诶 我的胃平时就这么酱的吗 克林翘起嘴角 又疼又想笑 也就是说 你也变成大卫王了克林 说完 两人一起放声大笑 克林却突然向悟空道谢 悟空不解 克林脸上的表情都柔和了 你让我找回了过去的感觉 像小时候一样 好怀念 那时候的修行啊 悟空向克林发出邀请 如果你愿意 可以在这里住下 我们可以经常一会训练 克林高兴的点点头 暮色暗淡 残阳如雪 河边上如香金边的落日 此时正圆 光芒四射 刺人眼魔如梦似幻 最后一次残阳打在河面 金光璀璨 吞天卧日 琪琪双手环扣 将二人堵在门口 悟空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还有 你的衣服又脏又臭 我早上刚洗干净的 琪琪突然暴怒 把克林吓得一跳 悟空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笑眯眯的挠挠挠头 抱歉 我因为稍稍修炼了一下 所以 琪琪无奈的轻哼一声 算了 反正说什么 你也不会听的 去吃饭吧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全是你爱吃的 听到吃饭两个字 悟空立刻眼前一亮 哇 琪琪 你果然是最棒的 一旁 克林知道耽误时间 跟自己有关系 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 时间不早了 我想我该告辞了 琪琪转身 冲克林露出一抹笑容 声音变得轻柔 你叫克林对吧 你是客人 进来一块吃吧 克林连忙摆手 不 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一家三口了 拒绝的话还没说完 悟空便坐在餐桌前 招呼克林 快来吧 克林 你应该尝尝琪琪的手艺 克林挡到头 犹豫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的走进去 突然克林感到 身份的异样 小午饭捏住 克林的尾巴 开心道 他有尾巴 琪琪急忙把午饭抱起 悟饭不可以没礼貌 突然他也注意到克林的尾巴 好奇的学问 你跟悟空之间 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吗 克林欲言又止 苦恼该怎么解释 悟空在后面笑嘻嘻地开口 克林 悟饭好像很喜欢你呢 这句话也算帮克林解的围 琪琪眨拔下眼睛 招呼克林吃饭 送悟空双手喝食 我要开动了 看着两人狼吞虎咽 琪琪不由地感叹 你们俩的胃口真好 想向悟饭今天的表现 琪琪迫不及待地跟悟空分享 对了悟空 悟饭已经可以在屋子里跑动了 悟空欣喜地摸着悟饭的脑袋 真的吗 悟饭 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训练了吗 琪琪放下网筷 面色微冷 眉间紧促 悟空 我说过不许悟饭练武的 拜托 琪琪 爷爷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训练我了 琪琪尖精地摇头 不行 克林也停下机时 忍不住问悟空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 悟空摸了摸自己的头 恍惚了一下 嗯 没有 老师说我的头部受过伤 所以对小时候的记忆有些模糊 琪琪还在生气 无论如何 我都不允许 悟饭必须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他要远离这些打打杀杀 孙悟空叼着筷子 无奈地看着了自己态度强硬的妻子 无话可说 琪琪继续说道 他会上学 学习 交朋友 像其他孩子一样 你知道吗 而且 就算世界遇到了危险 不是还有你们两个吗 柯琪低头自考 觉得亲戚生的有道理 或许 乌饭可以真的不参合这些 过平凡的日子 悟空突然叫了声 把俩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 对了柯琪 你知道我爷爷送乌饭的房子在哪吗 柯琪担动地回答 知道啊 怎么了 你可以住进我爷爷的房子里 这样 我们就能每天在一起训练了 当然 他需要稍微打扫一下 柯琪有些犹豫 悟空期待地看着他 见悟空如此慷慨 柯琪也没再不好意思 虽然有些唐突 但是我很乐意 其乐融融地吃完晚饭 柯琪来到了深山里 孙悟空爷爷的家 他把铺盖放在木床旁的空地上 柯琪跪坐在地 双手和石 承袭锯了一躬 你好 吴饭先生 多有打扰 躺在床上 柯琪发现这间屋子 说乎意料的整洁 他推测 是有人经常在这里打扫 依他对悟空的了解 悟空逼不擅长做家路 他依然扫见床头柜上的兔子面具 柯琪脑海中突然浮现出 孙悟饭的身影 第二天一早 柯琪还没睡醒 他的尾巴就左右摇晃 一下子摔打在他脸上 柯琪被尾巴拍醒 坐起来脑袋里还混沌一片 门突然被大力推开 悟空抱着小午饭 醒一醒柯琪 你肚子饿了吧 快点起来 我们一起去钓鱼吧 柯琪擦擦擦 梦里流出的口水 混沌的头脑还没有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询问 什么 柯琪伴坐在河中央的石头上 将尾巴探入水中 悟空抱着小午饭 盘坐在岸边指挥柯琳 把注意力集中在尾巴上 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水波的震动 你一定能做到的 柯琳 柯琳眯起眼睛 竖起手指 压低声音道 噓 你会把鱼吓跑的 柯琳闭上眼睛 集中精力感知水波 呼吸之间 柯琳感觉水流涌动 柯琳知道鱼就快要上钩了 但还是再坚持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动 就会功亏一跪 突然柯琳一个跳跃 面容扭曲发出尖叫 随着它一跃而起 一条大鱼也跃出水面 大鱼长得一口丽牙 猛地咬住了 柯琳毛茸茸的尾巴 悟空站在岸边 一脸惊讶 它被鱼咬到了 可怜这会儿 已经气弱游丝 十分痛苦 悟空走到大鱼旁边 笑着点头 好吧 毕竟是第一次 你做的还不错 悟空抓起鱼尾 至少我们的早餐有了 不是吗 可怜他那直屋耶 就这样 可怜与悟空 又开始平凡地在一起修行 一雾河道 拳脚相向 二人不识分的空中 又坠落在地上 即便伤痕累累 却仍然乐在其中 琪琪推着婴儿车里的 小午饭出来观望 人得如此好战的悟空二人 他也无可奈何 时常忍不住担忧 二人的安全 小午饭将到二人的战斗 却兴奋异常 虽然琪琪很不希望 看到这种打打杀杀的场面 但也没有阻止二人训练 有时还一边生气 愿意愿把他们 缝补破烂的练功服 换上新衣服 二人对战得更加有激情 在两人共同的不限努力下 他们的实力 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一天 克林在孙午饭门前的井打水时 发现了四星球 他把事情告诉了悟空 并把龙珠一并交予 悟空再次找到爷爷的四星球 非常高兴 骑骑心灵蛇小的将龙珠 缝带在小午饭的帽子上 几个人其乐融融 这段时间 地球一直很和平 直到命运的那一天到来 飞船犹如流星一般滑落 打在地球的一片荒野中 轰然炸响 浓烟滚滚 把农场主下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烟雾消散后 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拉蒂斯从飞船上下来 嗯 这颗星球上怎么还有人活着 卡卡罗特 你在哪里 山浪风涛层层叠叠 拉蒂斯通过力量探测器 寻找着悟空 在众人的努力下 终于打败了拉蒂斯 克林不禁感慨 终于结束了 然而旁边传来啪的一声 让他打起精神 舱门缓缓打开 显示出内部的操作台 克林当然知道 这就是拉蒂斯的飞船 不过 在原本的故事里 他本该被误犯破坏掉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让自己碰到 看漫画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克林 那就是塞岸人们 是怎么在这么狭小的飞船里 上厕所的呢 克林底不过好奇心 上了飞船 也不知道碰到哪个案件 飞船竟然自己关闭了舱门 唐空而起 还不等克林反应过来 飞船就迎冲入的宇宙之中 克林一个人在船舱里 无力呐喊 开什么玩笑 一瞬间就分到宇宙里了 这下糟了 我回不去了 这部克林重生 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就让我们期待漫画作者的更新 等到漫画更新了 赵赵也会第一时间 为大家更新的